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年金限值年金中值的问题 刚才解决的是普通年金期末每一期期末付款 现在预付年金是每一期期出付款 先来看预付年金求中值 预付年金是每一期期出付款 第一个A发生在零时点 最后一个A发生在这DN期的期出 那现在我要求预付年金的中值 是把每一个A全部折到DN期期末 第一个A要往后折多少期 要往后折N期 所以第一个A要乘以一个E加I的N次方 依此类推 最后一个A它并不是在DN期期末 最后一个A也要往后折E期 所以最后一个A是乘以一个E加I 那这个式子呢是无穷多项 接下来我们进行化解 等是两边都乘以一个E加I 然后两者一减 得到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我们拆开来看 A加上后边这一部分 这其实就是刚才普通年金求中值 那后边这一部分 那后边这一部分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年金中值系数 那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乘以加I 所以我求预付年金中值的时候 就可以借助刚才普通年金求中值的结果 我现在求这个中值F就等于A 乘以一个年金中值系数 然后再乘以一个E加I 这就可以了 这比较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预付年金是七出负 七出负的话 你付的早 你付的早 价值大还是价值小 你把钱存银行 存的越早 你最终拿到的本期盒是不是越多呀 所以它的价值大 你早付一期 你的价值就大了一个乘以加I 这是第一个 我们求预付年金中值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方式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第二个方式我们画图 一个是三期的预付年金 咱们现在就要求它的一个中值 下边这个是四期的普通年金 咱们借助下边普通年金 去求预付年金的中值 来看 预付年金它所处的这十点 一共三期是1234 然后普通年金它处的十点是01234 咱们现在把这1234 带入具体的时间你更好理解 比如说1对应的就是2022年1月1号 2对应的是2023年1月1号 你这2呢 同学们说怎么是2023年呢 应该是2022年12月31日 注意啊 时间轴有这种连续性 22年12月31日就等于23年1月1日 以此类推这是24年1月1日 这是25年1月1日 那这个0等于是往前我推一年 往前推一年呢 就是2021年1月1日 下边这是啊 普通年金 普通年金什么时候付款 普通年金应该是期末付款 付款应该是2021年12月31日 它就等于2022年1月1日 所以它在这个时点付一个A 然后在这个时点 这个时点 这个时点 四期啊 一共付了四个A 那上面三期的预付年金 期初付款 第一期付款呢 就和下边普通年金的第一期对应了 第二次付款就和下边普通年金第二期一样 第三次付款就和下边普通年金第三期是一样的 只不过下边这个普通年金呢 多了最终的这个A 那现在我能把普通年金中值求出来之后 就是把下边普通年金四个A 全部折到第四期期末之后 我再减去一个A 是不是就是上边三期预付年金的中值啊 你看上边三期预付年金要求中值 是把这三个A 我全部折到第四期期末加起来 下边这普通年金呢 它一共是四个A 前三个A和上边三个A对应 最后我在这个第四期期末的时候 我多了一个A 那现在我把下边四期的普通年金中值求出来之后 再把一减掉 就得到三期预付年金的中值 那这第二个方法又出来了 把这式子列出来啊 好 现在呢 这一块代表的是四期普通年金的中值 比上边多一期 A乘以一个多一期 n加17的普通年金的中值系 然后再把这个A减掉 把这个A提出来啊 这儿一个A 这儿还有一个A 把这俩A提出来 就是A乘以一个后边这一块 那后边这一块就相当于 我要求现在啊 这三期的预付年金的中值 那我先找一个四期的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整个这个系数再减一 也就是说这七数 原来三期 现在我找四期的啊 七数加一 系数减一 这是第二种方法 这个规律怎么记呢 你这样记啊 现在我要求的是中值 中值是往左折还是往右折 中值肯定是七数加一啊 中值是往右折啊 所以七数加一 一个加一个减 你七数加一 系数就减一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这个图看明白就行啊 这两种方法呢 你首先先把第一个记住啊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考试比较少涉及到 好 接着我们看这道例题 A股份预先公司 他现在收款方式有两种 一种呢是每月月初 我都能收到七万 一种呢是年初 我收到88万 年末啊 收到88万 那现在呢 这两个方案应该如何做卷择 每个月月初收到七万 这是一个预付年金 就相当于预付年金 我全部折到12月31号 然后和88万去比嘛 我作为收款方 我就选择大的那个 你要是付款方 你肯定选择小那个 好 那现在代工式啊 我用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A七万 现在就乘以一个 土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啊 折现率1% 然后七数是127 这就是按照 土通年金中值计算 算出来之后 再乘以一个1加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我们七数要加1啊 七数是137n加1 找到了整个这个系数 这系数我们必来聊了啊 找到整个这个系数之后 系数整体上再减1 这样呢 再去乘以这个年金A 这两种方法啊 算出来这结果啊 都是一样的 89.663 好 算出来之后 这是89.663和88去比 我是收款方 我选择大的 我应该选第一种付款方案 有同学动手算 算出来之后呢 这两者可能有一点点误差 小一点后边啊 第三位第四位啊 可能有一点点误差 这个很正常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系数表 就是到小一点后边 一般是第四位 那你既然是 你这系数表啊 既然是有这个 这个简化的 你没有求的特别精确 那我最终这两种方法结果呢 可能也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很正常 货币时间价值相关题目啊 有差别是正常的 用方法不一样嘛 但是殊途同归 都算对啊 好 接着我们看 预付年金求限制 预付年金每一期期出付款 那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每一个A 全部折到零时点 就可以了 第一个A 往前折几期 第一个A不用动 它本身就出在零时点 第一期 七出负 就是在零时点负嘛 好 第一个A 不用往前折 第二个A 是第二期期出 就在第一期期末 往前折几期 往前折一期 乘以一个 E加I的负一次方 往前折一期 其实就是除以一个 E加I 就相当于乘以一个 E加I的负一次方 以此类推 一直到最后 这DN7啊 DN7是七出有一个A 那它往前折应该是 N-17啊 N-17 好 那这样列出来式子之后 我们进行化解 化解完之后呢 得到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还是拆成两部分 A乘以后边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之前 普通年金求限值 只不过现在呢 多了一个这一部分 多了一个乘一加I 所以我现在要求 预付年金的限值 就借助普通年金求限值 普通年金求限值 是A乘以一个P-AIN A乘以一个年金限值系统 现在在它的基础上 我再乘以一个一加I 就可以了 等于预付年金 相较于普通年金 我就是早付 我就是价值大 不管求限值 不管是求中值啊 我早付我价值大 我不管是折到零时点 还是折到未来的某一个时点 我价值都是比你大 都是早付一期 我的价值就大 乘以一个一加I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预付年金求限值的 第二种方法 还是借助普通年金 预付年金是四期 期出付款 零时点一个A 然后一这个时点 是第二期期出啊 二这个时点 第三期期出 然后三这个时点 第四期期出 现在预付年金求限值 把这四个A 全部折到零时点 我借助下边 三期普通年金 普通年金期末付款 第一期期末 第二期期末 第三期末 所以这三个A 对应的时点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数值也都是A 那现在呢 我先求普通年金的限值 把这三个A 折到零时点 和上边比 就差了个什么呢 就差了一个零时点的A 所以我求出来 三期普通年金的限值之后 这一块 这就是少一期的啊 你预付年金不是四期吗 少一期 三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值之后 我再把这个A加上 这就是预付年金的限值 你N可以是四 可以是五 可以是六 这都无所谓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找到了第二种方法 那这第二种方法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记呢 你把这个A提出来 上面这个式子做一个画解啊 就相当于 这前边呢 是七数少一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啊 七数少一期 然后呢 整个这个系数再加一 七数减一 七数加一 你这样记啊 你现在求的是限值吧 求限值往前折 你求限值往前折的话 七数就少一 七数少一的话 整个系数再加一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道立体啊 还是收款方案两个 一个是每月月出七万 一个是年出八十万 那现在进行比较的话 无非就是 我把这个预付年金 全部折到零时点 然后和零时点这个八十去比 两种方法 一种是 我先按照普通年金去求 普通年金求限值 然后再乘一个一加爱 第二种方法呢 现在是求限值 求限值的话 七数减一 七数十二七 现在减一 十一七 整个系数再加一 好 这两种方法呢 我们算出来这个结果啊 都是79.5732 你如果用第二个方法呢 你要用的就是这个 十点三六七六 十点三六七六 整个这个系数再加一 你用上面这种方法呢 这十二七的就是十一点二五五一 最终算出来结果呢 都是79.5732 小于年初八十 所以我应该选 收款方应该选 年初我就收到这八十万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地延年金 预付年金啊 中值限值 我们都会求啊 都是借助普通年金去求 地延年金也是要解决中值 限值的问题 那地延年金求中值的话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首先什么是地延年金呢 假如说啊 一共是这五七 这是零食点啊 一二三四五 地延年金前面这两期啊 并不发生等额的收付款 好 从第三期期末开始 这有三期的等额的收付款 这就叫地延年金 那地延年金求中值呢 你完全不用考虑 前面地延期的问题 有同学说 那你地延期为什么不考虑呢 你这样看待啊 假如我要考虑 那这个啊 A应该是多少 A应该是零啊 对不对 A这是零 没有发生吧 等额是不管 这是零 你零的话 不管怎么辙 你求中值啊 你不管怎么辙 你往后辙一期 辙三期辙五期 它最终都是零 所以啊 这个地延期 我就不用考虑它了 我只把后三期 就这三个A 然后折到第五期期末 注意这三个A 折到第五期期末 并不是说 你这第一个A 就往后折五期 因为你第一个A 就处在第三期期末 你第一个A往后折两期 第二个A往后折一期 最后一个A不用动 我就把这个地延年金求中值 看成了一个三期的 普通年金求中值 就OK了 这是地延年金求中值 接着我们看地延年金求限值 那地延年金求限值 还是带入刚才这例子啊 一共五期 现在呢 从第三期期末开始啊 三四五 这三个时点呢 发生了A 那我现在要把这三个A折到零时点 那第一种方法呢 是这三个A 我现在先求一个普通年金的限值 我如果求普通年金限值 我折到哪个时点啊 这是零 一二三四五嘛 如果我求普通年金的限值 是折到了第二期期末这个时点 因为你看成是普通年金的话 这一期期末付款有了这个A 所以我要折到最开始这期出 第二期期末 然后再一笔往前折 折到零时点 这是第一种方法啊 等于是先乘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然后你第二步往前折两期 这是一笔资金往前折两期啊 你第一步做的工作是把这三个A 全部折到了第二期期末 变成了一笔资金 再把它往前折两期先乘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再乘一个复利限值系数 好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这样做 前两期我假设付款 那这样呢 就变成了一个五期的普通年金了吧 好 我先求一个五期普通年金的限值 然后再把前两期的年金限值减掉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第三种方法 好 你这三个A我先求一个年金中值 这是零 一 二 三 四 五啊 那这样呢 折到第五期期末 三个A全部折到第五期期末 一笔再折到零食点 然后这一笔折到零食点是乘以一个什么呢 乘以一个复利限值系数 注意变成一笔资金啊 第二步就变成一笔资金了 我把三个A全部折到第五期期末 然后一笔这样得到一个中值啊 这个中值一笔折到零食点 这样也能够求出这个地延年金的限值 好 这样呢 地延年金求限值的三种方法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三种方法就货币时间价值前面记住内容 你学完之后 这三种方法还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地延年金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地延期的判断 地延期判断的时候啊 首先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这道题 它可能给你的是预付年金 也可能给你的是普通年金 比如说啊 现在一共有五期 这是零 一 二 三 四 五 我可以这样说 现在在三这个时点发生一个A 四这个时点发生一个A 五这个时点发生一个A 我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说 是第三 第四 第五期 每一期期末 这是普通年金吗 我也可以这样说 从第四期期出 第五期期出 第六期期出 这不是同样在三四五这当时点吗 这就变成了预付年金啊 所以啊 这道题它给你的 可能是预付年金 也可以是普通年金这种形式 我建议大家 你看成普通年金去做这道题 这样呢 会更加的简单啊 我看成普通年金做这道题的话 地延期怎么判断呢 地延期这样判断 你看刚才这道题啊 这是第三期期末付款 我问你 第三期付款了没有 第三期付款了 你看成是普通年金啊 第三期期末付款 第三期付款了 那第三期付款 第延期是几期 是两期 你就这样去判断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啊 为什么让大家看成普通年金 因为看成普通年金更简单 其实你看成预付和看成普通啊 算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 咱们还是看这例子啊 一共呢 是五期零 一二三 四 五 好 现在呢 付款十点 就像刚才啊 是在第三期期末 第四期期末 第五期期末 如果说我看成预付年金的话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在第四期期出 第五期期出 第六期期出 它就不只是五期了啊 你要看成预付年金 那肯定还有一个第六期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看成预付年金求限值 首先第一步先求一个预付年金的限值啊 把这三个A 我都要折到哪儿 注意啊 这三个A 全部折到第三期期末 因为你看的是第四期期出 等于啊 这个DN年金 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这个预付年金啊 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后三期这预付年金 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最开始应该是第四期期出 因为你是说第四期期出 付过一个A 第五期期出 第六期期出 付了一个A嘛 所以你这个三个A 看成预付年金 先求的话 你求的这个啊 年金限值 应该是折到了第四期的期出 好 那应该怎么算呢 应该是A 乘以一个啊 年金限值系数 P-A I N是三期啊 N是三期 因为始终只有这三个A 这个不会变啊 好 接下来你预付年金求限值 是不是乘以一个E加I啊 这样折到注意脑 再强调 折到是第四期期出 你折到第四期期出的话 就相当于第三期期末 你往前折 折到零时点 第一年金你往前折 分两步 第一步呢 是年金限值 第二步复利限值嘛 然后你往前折 应该折三期 折三期就应该是除以一个 E加I的三次方吧 这是看成预付年金去求 那如果看成普通年金去求呢 好 还是这个A 每一期A 这是不变的啊 那看成普通年金 我就看成第三期期末 第四期期末 第五期期末 好 A乘以一个P-AIN 这跟上本都一样啊 我不用再乘以加I了 因为我看成普通年金 好 那我问你啊 你看成普通年金 你求这个年金限值系统 你等于是 刚才咱们第一个方法啊 年金 第延年金求限值 第一个方法 你第一步 你现在求年金限值 折到了第几期 我看成第三期期末 这一个A 第四期期末 第五期期末 一个A 这三个A 我一下子看成普通年金 我就折到了第二期期末了 我就折到第二期期末 我再往前折几期啊 折两期啊 因为你看成普通年金 是第三期期末付款 第三期期末付款 第三期付款了 那我整个就折到 第三期期末 就是第二期期末 然后再一笔往前折 折两期 折两期 除以一个一加爱的 二次方 那接下来 你一约上边啊 这第一种方法 这一加爱和下边的一加爱一约 这不疏图同归 都是A乘以一个 P-AIN 除以一个 一加爱的 二次方法 其实看成普通年金更简单 这个记住这个结论就行 未来啊 只要是低延年金求限值 我不管你题目怎么说 我最终画出来时间轴 我就按照普通年金去算 好 接下来我们看永续年金 永续年金如果说我求中值的话 得出来的应该是无穷大 当然有些书它表述是没有中值啊 求不出来一个具体中值 这是永续年金求中值 永续年金求限值的话 经过这个调整啊 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呢 应该是A除以一个I 好 接下来我们看永续年金的中值和限值 永续年金期限是无穷大 普通年金的基础上啊 我们假设N它是无穷大的 注意我说这一话 是在普通年金的基础上 我认为期数是无穷大的 好 那这样呢 永续年金求中值得不出来一个具体结果 你可以说永续年金求中值 最终结果是无穷大 或者是没有一个具体结果 永续年金求限值的话 是在普通年金的基础上 我假设这个期数N是无穷大 那这一块呢 就相当于是无穷大 那分母是无穷大 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是零 那就没有了 那就相当于是A除以一个I 乘以一个中括号1-0 那最终的结果呢 永续年金求限值 就是A除以一个I 注意啊 再强调是在普通年金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道题 A公司现在设置了抗疫基金 二年年初投入了10万 之后每一年年末都投入10万 假设利率是5% 然后基金2022年年初价值是多少 那这道题啊 期限就相当于是无穷大 同学们看到这道题 第一印象是用10除以一个5% 因为你现在求2022年年初价值 这不就是零时点吗 等于是永续年金求限值啊 直接就是用A除以一个I 这样算出来结果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才反复强调是普通年金 N是无穷大 这道题零时点就投入了一个10万呢 所以你还要加上零时点这10万呢 你这样看啊 这是22年1月1号投入了一个10万 之后每一年年末 你也可以说成是每一年年初啊 都投入一个10万 那现在你不看前面这10万 后边的这所有的10万是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永续年金 你现在还要加上零时点这10万 所以是永续年金求限值 然后再加上零时点这10万 算出来是210万 这是永续年金求限值 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 截止到账啊 我们回顾一下 货币时间价值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知道限值求中值 知道中值求限值 然后呢 年金求限值 年金求中值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如果是限值知道求年金 中值知道求年金 我们是不是还没解决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先来看常债基金系数 常债基金系数本质上解决的是 我知道中值去求年金 所以这个常债基金系数 本质上来说 就是年金中值系数的倒数 因为年金中值系数之前 我们是用来解决 知道年金求中值的 用A乘一个年金中值系数 我就得到了中值F 现在呢 是我知道中值F 我要去求A 就是用中值F去除以一个 原来的年金中值系数 那现在F乘以一个年金中值系数分之一 这就得到了年金A 所以这个年金中值分系数分之一 我们就称之为是常债基金系数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 接下来我们带入一个例子 A股份有限公司呢 计划五年后进行厂房扩建 需要资金五百万 五年后需要五百万 这是中值F 假设呢 银行存款年利率百分八 复利基金 一年后 也就是这个第一期期末开始提取准备金 每年提一次 每次数个相同 这就是求年金A 现在就让我们求每次提取多少啊 那构建这个等式应该是年金A 每次提取的数额乘以一个 年金中值系数应该等于五百 那倒过来你求这个A呢 就应该是85.23 好 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回收系数 投资回收系数呢 就是我知道限值P去求年金A 所以这个投资回收系数啊 就是年金限值系数的倒数 刚才是知道年金乘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得到了限值P 现在是我知道限值P去求年金A 就是用限值P除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除年金限值系数 就相当于乘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分之一 那这一部分呢 乘这个年金限值系数分之一 我们就称之为是投资回收系数 好 我们来看这道例题啊 A股份证公司呢 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向某银行贷款1000万 那这就相当于是限值P 每月等额本息偿还 等额本息本金利息都是等额的 所以每个月还款数 这就可以看成是年金A 约利率1% 期限两年 注意啊 利率折线率是按月算的 那这个N应该也是按月算 一共是24期 那现在让我们求每月还款额应该是多少呢 构建等是限值P等于A要求的就是它乘以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系数24期啊 最终算出来结果A等于47.07万元 或者呢我直接可以这样算啊 直接呢用限值P 限值P是1000 1000乘以一个21.2434分之1 这部分就相当于是投资回收系数 这样算也可以 那接下来这个投资回收系数 它是谁的倒数 刚才我们讲偿债基金系数又是谁的倒数 这个怎么算呢 你偿债未来偿债 所以它是年金中值系数的倒数 投资是现在就要投资 所以它是年金限值系数的倒数 这是一个记忆的问题 好 那截止到这儿 其实教材所涉及的货币时间价值的问题 我们就讲完了 货币时间价值解决的是 不同时点资金相互折算的问题 不同时点的资金 有这三个 限值中值年金啊 限值求中值 复利中值系数 中值求限值 这是复利限值系数 然后年金求限值 年金限值系数 年金求中值 年金中值系数 知道限值去求年金A 这是投资回收系数 知道中值去求年金A 这个是承载基金系数 这些我们刚才都解决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差值法是算这个折现率 刚才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折现率I是已知的 那现在呢 我们给出来相关的条件 就差这折现率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算 涉及到差值法 这是补充教材当中的内容 教材虽然没讲差值法 但是未来你再算比如说一个投资项目呢 内行报酬率的时候 你肯定还要用到差值法 所以之前我们解决的问题呢 是知道折现率 知道期限 限值中值年金 我知道一个 然后去求中值 或者是求限值 或者是求年金 现在呢 我们知道期限N 知道中值限值年金当中的两个 我去求折现率I 这个差值法还是很重要的啊 未来我们在算资本成本的时候 在算回报率的时候 其实折现率求出来这个I 就是我们要的资本成本 就是我们要的投资回报率 这个未来我们再讲 因为什么呢 这简单说一下这个思路啊 你把钱100元存银行 年末给你105 这折现率利息率就是5% 这5%站在你的角度来说 是什么 是收益率 站在银行 银行多给你5%吗 站在银行的角度来说 这就是成本率 所以你算出来这个折现率I 它可以是一个成本率 也可以是一个回报率 好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算这个折现率I呢 带入一个例子 零时点 我投资100 这100是限值啊 三年后给我回报120 这等于是限值中值年金 三者当中我要至少知道两个 这两个我知道了 期限N三年我也知道 求折现率案 首先构建等式啊 100这是限值 乘以一个负力中值系数 得到中值120 我就构建这个等式了 这100我知道 这120我知道 那这样呢 这个系数我就能求出来是1.2 好 求出来这个系数之后 这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呢 你查表确定I的范围 因为这个差值法 它是一种估算啊 我知道三年期N等于3吗 三年期 整个这系数是1.2 我要确定的是I 三年期折现率6% 对应的系数呢是1.191 三年期折现率7% 对应的系数是1.25 那你这个三年期 系数是1.2 这个I就应该在6%和7%之间 我要找这两头 第一步把系数求出来 系数求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查表啊 查表的时候 咱们不是有七数 还有折现率 这两个因素吗 现在七数N 等于3 这个已经定了 比如说啊 七数N等于3 然后I呢 可能是1% 2% 3% 这你就开始查 这就开始看 好 一直到6%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接近1.2了 是1.191 到7%的时候呢 是1.225 你现在这道题确定的 整个这系数是1.2 所以你这个对应的I 就应该在这6%和7%之间 这是第二步 我们要解决工作 第三步就是要把这个I 准确的数值算出来 或者说具体的数值算出来 那接下来啊 插值法 我们用图形来表一下思路 横轴代表的是I 折现率I 然后纵轴代表的是系数B 因为什么呢 回忆一下之前公式的真身 我如果知道限值 我要去求中值 那这样呢 我用限值去乘以一个 1加I的N次方 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系数嘛 就是这系数B 那这系数B 这个N 咱们刚才说了 提不起N 就是3嘛 这个记忆已经固定了 这就是3 那现在这个这个系数 它就是一个I的函数 所以纵轴这是B 横轴是I 画出来这条曲线 你别管它 系数这是三次方 还是五次方 四次方 这都无所谓啊 咱们假如说啊 这个曲线形状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已经知道 其中两个点了 一个是I是6 一个I是7 对吧 然后我要求的这个I 在这中间 你把这一段单独 拿过来 单独放大拿过来 曲线上的很小一段 我就可以看成近似的直线 咱们这插指法是直线插指法 看成一个近似的直线 现在我就知道其中两点 一个点就是点1 对应的是6%和1.191 然后第二个点呢 是点2 对应的是横轴7% 然后纵轴是1.225 现在中间这个点B 我是知道的啊 B根据第一步求的还是1.2 现在呢 我要求这个I 那这个I怎么求呢 好 我们来看直线的斜率啊 直线的斜率 你把这个B看成是Y 这个I看成是X 那整个这条线的斜率应该是Y2-Y1 比上一个X2-X1 这X呢不就是I吗 这变成I2-I1 上面是B2-B1嘛 那现在啊 我根据点1点3去表达这条直线的斜率 我再根据点1点2去表达这条直线的斜率 这个斜率应该是相等的 这样呢 我就构建了这个等式 你看 这是一个斜率 这是一个斜率 都表达这条直线的斜率 这两条 这个直线的斜率啊 是相等的 这直线的斜率不变吗 所以这两个式子相等 这两个式子相等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I求出来 因为这个式子当中 我构建这个等式啊 式子当中只有I不知道 B1-B-B2都知道 I1-I2知道 只有I不知道 这样你可以把I求出来 这是我们整个差值法计算的思路 好 理解了原理之后 咱们来看这公式到底怎么记 没有必要说 死应被把这公式都记下来啊 咱们刚才呢 是建立了一个等式 就等于啊 这条直线的斜率 我现在啊 用不同的两个点表达 一个是点1-2表达斜率 点1-3表达斜率 得到这个等式 这个等式呢 我们进行调整 好 就得到B2-B1 比上个B-B1 等于I2-I1 比上一个I-I1 规律呢 是大减小 除一个中减小啊 我把2看成大 B2看成大 B看成是中 B1看成是小 同样道理 I2看成是大 I看成中 I1看成是小 首先大减小 B2-B1 然后B-B1 B2-B1比上一个B-B1嘛 等式右边呢 要跟等式左边是对应关系啊 I2-I1 比上一个I-I1 然后两者相等 最终就可以把I算了 当然了 这个差值法具体的公式 它不是一个定式 我只要保证等式左右 它是对应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可以写 B2-B 比上一个B-B1 那等式右边也对应 I2-I 比上一个I-I1 你只要等式左右是对应的 这完全就可以 只不过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下边这种方式算起来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求的是这个I 分子也有I分子也有I 你算出来应该是I的平方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再开方把这个I求来 这就比较麻烦啊 所以这一块的公式并不是定式 你可能看到的计算过程 某一个答案计算过程 它不是遵循这个的 没有关系 它肯定是等式左右对应的啊 这个并不是死的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例子当中 把这个I给求出来 那例子当中呢 PFN 这是知道的 系数是1.2 我查表 查表的话找两头 6% 7% 一个是1.191 一个是1.25 那我现在就知道了啊 B2 这个对应的就是 我把下边这个看成2啊 这上面是看成1 B2是1.225 然后B是1.2 B1是1.191 然后对应 然后对应 I2是7% I我不知道 然后I1是6% 就遵循刚才咱们列出来这式的规律啊 我用B2 减B1 1.225 减1.191 比上一个 1.2 减1.191 大减小 比上一个中减小 然后 等之右边也是 等之右边呢 是7% 减6% 比上一个 I减去 6% 依然是遵循大减小 这样呢 只有这个I不知道 你把这个I 就可以算出来啊 I算出来结果呢 是6.265 那这样差值法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差值法呢 是一个计算的基础方法 好 这样呢 关于货币时间价值的相关问题 我们就在这一节介绍完了 货币时间价值 它是整个财务管理学习的基础啊 希望同学们 把这部分内容要掌握扎实 好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